进来吗 人太多了 我进不去 但我这不动了 是不是网络不好啊 我连着武器 嗯 嗯 来了 嗯 哈喽晚上好 你那空调不关一下 一直有点冷啊 刚好对着我 嗯 嗯 请问吧 嗯 问吧 嗯 可以先聊一下 你在拍这部剧的时候 然后对 就是这部剧的 《孵化道》呀 还有一些 李歌星吗 对 李歌星 嗯 首先我们的孵化道 就是不用过多介绍了 其实一直都是 就是很 注重这些 还原细节 还有就是很注重 每一帧 每 就是注重这些 嗯 突然 断 断 断层了 就想啥来着 突然 就很注重这些细节 嗯 所以就是一直都是很完美的 尤其是我们的衣服啊 然后一针一绣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盔甲 我们的各方面东西都会 嗯 尽可能去 尽可能去 还原 嗯 所以说盔甲是你最喜欢的 个人造型吗 这话问的 嗯 盔甲是我最喜欢的 嗯 然后就是在进度之后 跟小伙伴们相处 怎么 嗯 相处 因为 就大家都很熟悉了 嗯 其实都公司的 还有就是 其实基本都认识的 然后拍过挺多戏的 然后再一起合作 所以就不用相互熟悉什么的了 嗯 因为很多人都称你们是 盛家铁憨憨三兄弟 然后你们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就是很搞笑的事情 嗯 其实没有 那个我们一起 我们一直都是认真拍啊 然后 然后 就是各种 玩啊 然后 咔的时候 一咔我们就会回到 原来状态 继续看剧本 走后面的戏 对 嗯 然后就是 就是网友看到了 你跟洪瑶 还有谭健次几个人 在宫门口 打架的那场戏 嗯 然后想知道拍这场戏的时候 有哪些细节吗 哪些细节 嗯 我忘了拍这场戏的时候 情绪是怎么样 但是反正肯定是不太爽了 因为 嗯 出现两个情敌嘛 那换谁都会 嗯 有点危机感 或者有点不爽 嗯 嗯 然后就是 这部戏就是跟李一彤 拍的对手戏很多嘛 然后 然后 有没有在片场一些什么 可爱的互动啊 或者是搞笑的事情啊 或者两个人为了戏剧做了哪些延展性的东西 其实嗯 就前期 可以吗 可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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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忘了 嗯 可能可能是挺不好意思的 可能就是弄 弄 弄花了她这个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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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初想要参与这部剧本的时候 就是演这部剧的时候 是这个剧本哪里比较吸引你 嗯 能够 她是一个 你可以说一下人物 像她就比如说 身体的她 嗯 她是一个 呃 从一个男孩 成长成一个 男子汉的一个 过程 我很喜欢 嗯 那其实就是后续的话 盛楚慕她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 还挺厉害的大将军 嗯 然后后期的话 其实也有蛮多打戏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 打戏就是很帅啊 嗯 我一直觉得打戏很帅 然后 但是 呃 打戏是要付出 确实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专心 和专注 才行 要不然容易受伤 嗯 嗯 我看到有人在问说 跟李歌行 李歌行里面跟李一彤印象最深那场戏是 我 啊我跟李一彤印象最深一场戏啊 嗯 嗯 那就是 最深一场戏 嗯 对就是 嗯 嗯 他以为我死了 然后又回来嘛 就前阵子的那个明场面吧 嗯 对对对 因为那个明场面 大家其实很多都联想到了复横呢 嗯 就是复横出征之后就没有再回来 嗯 然后 嗯 可是圣树木又回来了 大家就觉得就是 剪了很多这方面的cat 你有在广场上看到吗 就是微博上有看到 就是这种脸动的cat 啊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就集合一样的嘛 前两个人 对对 就是如果你是女孩子 嗯 然后圣树木追你的话 你会答应呢 嗯 嗯 我觉得 我不能问我 应该问粉丝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像树莫这么批 嗯 会吗 他们觉得会吗 不到现在 会 大家都说 会 哇你们 是你都行 嗯 因为前段时间就事务部嘛 有发你跟就是 爸爸在就是片场互动的一些东西 就是跟 嗯 合作的时候没有什么很好玩的事情 哎呀 我爹这个人特别逗 就是他 他 他其实很爱玩 就很皮 他很调皮 我觉得真的是 男人至死是少年 在他身上就是 体现零零气质 零零 静致 嗯 就特特别可爱 对 然后就是因为 最近就是粉丝们都觉得说 你心细波了嘛 嗯 然后你又在剧组里 他们其实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有没有什么想跟粉丝说的 嗯 我 很少出现了这段时间 就希望大家能够 照顾好自己 还有就是 过好自己的生活 然后 希望大家能够期待 等到我作品出来那一天 嗯 因为看到你经常就是跟 范世奇在微博上互动 嗯 然后你们一起拍戏的时候 有什么就是 特别 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我们三兄弟会一起玩啊 然后 认真探讨剧本啊 认真走戏啊 然后一直去钻研 就是 就是每一场戏的表演方式啊 表达方式啊 之类的 嗯 嗯 看到粉丝有什么问题啊 嗯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嗯 嗯 有要问问题的吗 嗯 想说你 爱的二八定律杀青之后 有没有特别想要接演的角色 嗯 所以啊吧 就是 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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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以啊 可以了 不是他那个手机 过热关机了刚才 手机 手机 过热关机了 刚才 手机 过热 啊 啊 声音大一点 听不到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喂 刚才手机过热关机了 嗯 嗯 可以了 嗯 大家都在关心你的发肌线 哎呀 没所谓 就再过一阵子我想直发了 嗯 但是听说很痛 嗯 再考虑一下吧 那你除了拍戏平时生活里都在干嘛 哼 每天拍戏都到几点了 打翻一下 嗯 好久没打球了也好久没运动了 找机会吧 嗯 都在催你多发自拍不然 红位要掉了 嗯 没所谓 自拍我会多发的 还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都在让你注意身体 哼 腰伤 哎呀 这个没什么 那个 这没什么 习惯了这个 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那个了 大家说你之前学了山东话 现在有没有学会讲上海话 嘿 哪有时间啊 哪有时间学这些 都只在拍戏啊 普通话能讲标准就不错了 哦 大家问事务部是你的小号吗 不是 事务部是谁负责啊 我不知道 嗯 嗯 大家让你聊聊千古巨城 啊千古 希望能够快点播 嗯 希望你们一定 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除了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胖胖的 但是 希望大家先忽略这个就是 转心看去 希望你们 我觉得你们肯定会喜欢 嗯 今天有一个粉丝过生日 想让你送他一个生日祝福 好啊 他在这里面吗 在 他现在在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嗯 嗯 粉丝们想知道 你每次接到剧本之前是怎么就是去把握人物的 嗯 这个 就多看几遍啊 然后多多多就多去自己 还是跟多观察一下生活有关 还有就是多 自己找找感觉 自己对着镜子 自己试一下 自己练一下 嗯 因为今天有活动嘛 嗯 然后就是粉丝现场有送我们很多信啊 嗯 把我们拆几下粉丝的信 看他们有说什么 嗯 这个还挺可爱的 小八 哥哥打工人太辛苦了 你之前模特有什么经验吗 PR太难了 帅哥美女都好难聊天 不说话 都这么多年了 我来看看你就好了 当然有一只在支持我 我也长大了 支持你我也长大了 哥哥木木超帅的 那段日子真的辛苦了 那段日子真的辛苦了 也挺美好的 有那么多明星可以追 我偏不追 哎我就追你哎就是玩 哎很批很批 再念一个 好 大家都说你最近状态很好 有吗 嗯 注意身体 亲爱的许凯 我又来了 上次你的性母 托其他小姐 上次的 啊 上次的性母托其他小姐 上次的 上次的性母托其他小姐 嗯 对了最近天气变化无常 尤其是我这里每一天都在下大暴雨 最后出现一堆奇怪的虫子 密密麻麻的可吓人了 嗯 你在哪里啊 可能你这辈子不会来暗 暗灰和江西吧 我的天我也太摔了 哦 想见你只能去杭州或者上海了 真的 上次刷微博无意中刷到一个姐妹说 不想追线下只想在线上 因为线下会发现 喜欢那个她的人太多太多了 显得自己喜欢微不足道 甚至不值一提 就好难过 怕我过几年来看你也会产生这种失落感 虽然对于你而言 这份喜欢稀疏平常 但是对于我 却是持持永恒的 我觉得我的室友听到我唠叨都快起检测 不过他们真的很乐意帮我 他们人真的很好 有时候身边真的会 有身边人真的会温暖到我 唉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的嘴皮子不利索了 那就早日见到你 我说的也不利索了 早日和你合影 早日见到成为你成为影帝 我们许凯永远不缩走 棒棒 杭州见横店见 碎碎长相见 麻辣 吐 头 吐踢是吧 吐丁吧 吐丁 大家都说你今天的造型非常的校园 吐丁 谁 刚刚有人说我发几天就长高了 谢谢你啊 已经七八岁了 你有没有考虑接一些校园剧啊 校园剧啊 别了别了 现在太多 帅哥了 现在都 都27了 还接校园剧 再过两年30了 刚才进去就已经有点 有点强行融入人家圈子 不太好 融入校园圈子 还念一方 嗯 我这个粉丝说 现在不拍以后更拍不了了 哎呀 我看的挺开心 哇 这个写的好 多来杭州四个字 你这浪费值啊 美女 可能是男孩子 来杭可留姓名 嗯 名字都没有 匿名人士 徐凯真帅圣除木 太可爱了 又没名字了 哇我真的 我上综艺特别 哎这是什么 那那等一下我们在这张明星片上签名吧 好 你有笔吗 等一下 然后签名送给粉丝 嗯 直到这一次直播的福利好了 嗯 然后你喊321吧 然后我们就是截个屏 好 等一下哦 你先你先念下面呢 我们快结束的时候 然后再接听 啊你们真的都很浪费纸 喂 这是什么信啊 他有留名字 留了 嗯 不要浪费纸 阿凯 嗯 很亲切 今天很开心在杭州见到帅气的你 昨天我去了迪士尼看了烟花 今年是迪士尼五周年 烟火特别美好 今天记得再去打卡哦 今年记得 今天今年再去打卡哦 记得和 嗯 记得玩的开心 哎 明明 嗯 看这是什么 粉丝说下一次 不浪费者 他们要写几千字 嗯 写几千字吧 我差不多睡觉了 这些 都看了啊 小熊 嗯 想一个吗 哇 这个 好多啊 这可以 我给你们念个这个啊 兔徐凯 徐凯今天是不是又帅了 是的 嗯 不是我回答 哎 是这上面写的 来个热闹开场 给徐凯给点掌声 哇 很有戏啊 他是不是知道我会念这个信啊 他会帅 哈喽哈喽 我是小熊 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 今年呢 是喜欢你的第二年 虽然不长 但接下来的每一年 只会比今年更喜欢你 谢谢 so 我们 会 一直陪伴你 支持你陪你走 慢慢演员之路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 未来是什么样的 但我坚信 我们的未来 你的未来 是充满光明的 你那么努力 为了角色 为了演戏 吃下所有的苦 吃下所有的苦 就算受伤 也要将自己的戏 做到最好 虽然担心你的身体 但觉得 这就是努力 认真的去看 也就是一个值得被所有人 称赞的好演员 未来的路 我们一起走 谢谢你带给了我力量 我也谢谢你带给我力量 让我 让我砥砌前行 同时我也会给予你力量 和阿拉索一起走花路吧 你懂我意思的 要 要好好保护好 不要再受伤了 期待你的 期待5月3号的见面会 去过无数次 在那为 在那为家的你和未来 去过的我 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许凯生日快乐 你懂的 小熊 我懂的我懂的 生日快乐 我要截屏吗 嗯 好 说一下321 然后截屏吧 然后屏幕的最上面的那个 好 我数321要截图了啊 3 2 哎是我自己截啊 不好意思 来来来 3 2 1 许凯好秀哦 这个ID 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在催你发Vlog 嗯 嗯 沉沉 沉沉 虽然今天不知道活动现场能不能看到 但是 休假来看你了 希望能见到吧 期待你今天帅气的look 这周的李歌琴播的有点寂寞 沐的戏份实在太少了 后面要多点了 我也想多一点 对于 对于 你老父亲的忠告 对于您老父亲的忠告 来看你怎么能 就要浪费钱呢 2 我有好好的工作 也要好好陪父母 所以我还是会挪于来看你的 这个 图续看 喜欢你一年了 从去年看 招摇喜欢 厉沉兰 开始慢慢的了解你 看到你对演员这份 敬业的热爱 对待工作 敬业 外面的字真的跟我一样啊 美女的字 很难让外界分的清楚是在写什么 对待工作敬业 认真 精益求精 只是为了把人物角色完美的呈现 打 戏亲自上阵 看到你的努力和付出 也受到了很多伤 受了很多伤 我们会很心疼 也希望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太累 你曾经说过想要 作为和粉丝 一直在背后支持你 做你最忠实的观众 看你 看你 不知道说什么 坚持的人就会有收获 能被翻牌吗 球翻牌 阿拉索 徐凯搜搜 叫什么 叫什么 阿拉索 徐凯搜搜是吧 嗯 什么不识字啊 他写的根本就看不清楚好不好 大哥 粉丝说每次直播都想要亲亲 别了 真的亲一次肉麻好久 超爱猪 贝贝的小猪猪 嗯 这个字也是跟我有得比的 兔兔凯开 上周上次周六见完你以后又 好多天没见了 特别想你 所以这一次 来杭州了 想亲眼看你品牌活动的妆容 三亚那一次真的很惊艳 昨天的自拍也很甜 哈哈 有时候在想你老是老父亲般的 嘱咐你们我们 但是我还是想忍不住来看你 当然我们也有好好工作和陪父母 放心吧 嗯 不过你 哎呀 你这么完美 真的别别别别 怕 怕是我很难找男朋友了 希望 我的男朋友和你一样帅气 你男朋友一定会比我帅 喝好 然后昨天过生日 哦生日快乐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的第一天 能见到你正好 最后 来自老母亲的忠告 哎 大了大那么多 身体第一 要天天开心拍戏加油 好像每一次都是这些话 希望见到你别嫌弃 希望见到你别嫌弃我唠叨 希望你别嫌弃我唠叨 我不会的 但这些话你自己也一定要注意 因为你比我更年轻更有 更有机会 嗯 这个图就刚里面了 嗯 没了 嗯 嗯 写一个自想不息 这种话你们都说得出来 真过分 嗯 大家想让你在线送给大家一个可爱的表情吗 好吧 那就 来吧 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 不是你们送我吗 嗯 嗯 你送我 哦我送啊 好 那就可爱三连拍吧 别别别别 我不想跟可爱这个词挂钩 好 别了别了 那就三连拍了 去亲一下好了 好 是啊 我知道发肌线变高了 大哥不要老说好不好 嗯 他们说你教别人美女叫他大哥 哼 说我发肌线要叫你什么呀 真的是搞笑了 正叔叔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然后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还有就是最后说一遍就是 谢谢大家支持我的剧 然后 但是呢 你们要照顾好身体 还是那句话 努力工作 多陪陪父母 认真学习 积极向上阳光正能量 嗯 加油 挂了 积极阳光正能量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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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